娃娃娃 小狗怎么了 难道狗狗饿了想吃饭吗 娃娃娃 难道是困了想要睡觉 娃娃娃 那为什么狗狗一直在叫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我听到小朋友们说狗狗想洗澡 对啊狗狗是想脏兮兮的 我们应该给狗狗洗个澡 娃娃娃 那我们去浴室给狗狗洗澡吧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周一洗完了 好累啊 我的手太抽筋了 是啊狗狗的麻烦好旺盛 娃娃娃 小狗好像饿了想吃东西 这次应该选什么 狗狗当然是要吃口粮了 给狗狗快吃吧 娃娃娃 选项里的内容又变了 这次只有一个 是一条街道 这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小狗要出去吃好吃的 不应该啊 小狗才刚刚吃饱 我知道了 一定是狗狗想去这家店铺 娃娃娃 都不是 那狗狗想干什么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小朋友们说 该遛狗了 原来是狗狗想出去玩了 既然这样 那我们快走吧 娃娃娃 小雪熊妹大宝小贝 你们的小狗真可爱 我也这么觉得 谢谢阿莎阿姨 小雪 你们的小狗好可爱啊 娃娃娃娃 谢谢西娜 小狗也很喜欢你呢 乖狗狗 小雪熊妹小贝大宝 你们什么时候有了一只狗啊 好可爱啊 是那天 大家快看 这里有一只小狗 好可爱啊 怎么会是脏兮兮的 看起来好可怜 小狗肯定没有主人 不如我们来照顾他吧 好 然后我们就把小狗带回了家 事情就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一只流浪狗 既然这样 那我就说我是狗狗的主人 这样小狗就是我的了 然后把小狗送给狗狗 他一定会喜欢 黑眼魔王 你在想什么坏主意 我没有啊 其实这只小狗是我不小心弄丢了的 你们把小狗还给我吧 我怎么没见你养过狗 黑眼魔王 该不会是你为了带走小狗骗我们的吧 怎么会 我才不是那种人 我不是 你又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快给我 我真的是小狗的主人 你看 小狗都摇头了 你肯定是在骗我们 哥哥 小贝姐姐 你们在找什么呢 弟弟 我看到一只很可爱的小狗 想把他送给你做礼物 不可以这样 哥哥 我们不能想别人的东西 抱抱抱 很可爱的哥哥 小狗看起来很喜欢可可呢 不如 接着小狗以后 跟着可可吧 我们当月 抱抱抱 打好了哥哥 跟我回家吧 呵呵 为什么小狗跟可可走 不跟我走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小雪小贝小妹 你们不去上课 在这里干什么呢 老师不可以说那个字 发现有人说那个字 小厨 小厨 不要 完了 天下老师也小心了 小雪 妈妈 不要说话 你说什么 发现有人说那个字 小厨 妈妈也小心了 天下可怎么办啊 我们得提醒大家 不能说出来那个字 小雪姐姐小贝姐姐 那我们快走吧 看是可莉阿姨 那我们怎么告诉她啊 奇怪 小雪小贝小妹 可莉阿姨 先不要说话 啊 为什么 怎么这么奇怪 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不去上课 完了 可莉阿姨也说了那个字 发现有人说那个字 消除 不 天下怎么办啊 再不要消失的话 等会不会的大家都要消失了 对啊 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 我知道了 我们把不能说的那个字 写在纸上 这样大家就知道了 小雪真是太聪明了 别 天下 大家就能看到了 大家就不会消失了 豆浇怎么都在这里 老师也不见了 奇怪 大宝先别说话 对大宝 看这个字 千万不能说这个字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说泥子 你们看 我说了这不也没事嘛 完了 大宝 都说了不能说了 发现有人说那个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雪 他告诉大宝了不能说这个字 他还是说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要不 我们请问精灵仙词吧 大家都在这里干嘛 嘟嘟能弄些什么 我要跟上去看看 青灵仙词家里怎么没人 啊 精灵仙词不在家 那怎么办啊 小雪小病熊们 你们鬼鬼祟祟的在干嘛呢 黑暗魔王 那这个字 千万不要读出来 不然就会消失的 啊 真的假的 真的 老师大宝 凯莲阿姨 他们都是说了这个字之后就消失了 怎么会这样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哎呀糟糕 我怎么也说出来这个字 发现有人说那个字 消除 啊 完了完了 突然魔王也消失了 精灵仙词也不在 这可怎么办啊 是精灵仙词 精灵仙词 大家说了那个字之后就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好意思大家 事情是这样的 巴拉巴拉 移动魔法 变 糟糕 魔法出错了 我要赶快去告诉大家 就是这样 是我的魔法出错了 所以大家说了你字才会消失的 要是这样 精灵仙词 那你快把它变回来吧 魔法解除 变 大好了 大家都回来了 点赞关注 我们下 什么是快乐星球 什么是快乐星球 小北姐姐 今天是红灯 多危险啊 要等到绿灯亮了 我们才能过 跟我来 这里是斑马线 小北姐姐 我们要在这里等 怎么绿灯还没亮啊 小北姐姐 再等一下 我等不了了 我现在就要过马路 不可以 绿灯还没亮 你们太着了 现在绿灯亮了 你们可以走了 这个红绿灯是活的 小宝友 我是红绿刀叔叔 红绿刀叔叔 是啊 我是来这里监督的 监督什么 监督那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如果他们违反的话 我就会出现制止 好了 红灯马上就要亮了 你们快走吧 再见红绿刀叔叔 哎呀妈妈你走过了点 超书马上就关门了 孩子 马路上不能跑 小朋友 你没看到现在是红灯吗 你是这 我是红绿灯叔叔 红灯亮起 你是不能过的 更不能在马路上乱跑 红绿灯叔叔 对不起 给你听麻烦了 我以后会好好教育大宝的 小朋友 绿灯亮了 现在你可以走了 下次如果再被我看到 你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话 红绿灯叔叔叔 就会给你布置很多作业哦 我真的错了 我以后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的 老大你看 那个就是很累的 听说 他有着控制马路的魔力 马路上如果少了他就会乱 我就不信他有这么神 走我们去试试 老大我们要怎么试 看我的 哎呀帮帮我 谁来帮帮我 我来 是谁需要帮助 怎么没有人呢 我在这里 哪里 这里 人呐 不好 我不再堵车了 我要赶快过去 哇 哥算是恢复正常了 这个红绿灯还真是神奇呢 真是少了他不行啊 看怎么了的 一会儿他就发现我们了 我们快走 你们太危险了 现在是红灯 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们 你们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 我们 我们没有学过 不会过马路 既然你们没有学过 那我就要把你们送到交通学院学习一下 不要 我们不要进场学 这就由不得你们了 你们现在就跟我走 小朋友们 你们会过马路吗 知道红灯铁 绿灯铁的道理吗 大家一定不要向我学习啊 小雪和黑暗魔王有相同的红色 必须马赛克掉 黑暗魔王 球妹和小辈有相同的黄色 必须马赛克掉 出发下一个目的地 怎么有四个人被马赛克了 你们是谁啊 我是小雪 我是黑暗魔王 我是小雪 我是小雪 怎么是你们啊 孩子们 你们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老月 我们都没马赛克克攻击了 你也要小心啊 妈妈 你看 我最近学习魔法 有没有进步 好 让妈妈看看 记卡冷账 嗯 很好 你已经完全掌握了 吉娜和凯琳 有相同的紫色 必须马赛克 哈 嘿嘿 任务完成 继续下一个目的地 可恶 你别走 大家的朋友队 一个个进王国 我可以进去了吧 你进去吧 走喽 我也进去了 我们也进去了 你们不能进 你们是谁啊 我是小雪 我是小白 我是小妹 我是黑暗魔王 快让我们进去 我们要回家 我不相信 你们都被打伤了马赛克 我认不出你们 所以你们不能进 都怪马赛克狗 这下好了 连家都回不去了 小雪 小贝 小雪 小妹 黑暗魔王 有相同的哭声 需再次马赛克 我们怎么又被马赛克了 孩子们 你们怎么还没回家呢 老师 我们回不去了 是啊 是为不让我们进去 说我们不是自己 是这样啊 我可以做招 他们真的是小雪 小贝 黑暗魔王和熊妹 你就让他们进去吧 哦 那你们就进去吧 终于可以回家了 老师再见 寻找目标 老师 好巧 你也在这里 王后 你怎么今天戴眼镜了 糟了 你快离开我 为什么呀 发现老师和王后 都戴相同的眼镜 必须马赛克掉 王后 快跑啊 快跑 我们为什么要跑啊 必须马赛克掉 必须马赛克掉 别废话了 不想被马赛克 就快跟我跑吧 知道了 老师 王后 你们跑什么 必须马赛克掉 必须马赛克掉 就是他 小精灵 就是他要马赛克我们 孩子们都已经被他马赛克了 孩子马赛克 进步魔法 你们放心 他现在就不会再马赛克你们了 他是谁啊 对不起 这只马赛克狗 是我画在魔法纸上的 没想到 他从纸上跑出来了 你们不必惊慌 我现在就带他回去 可是孩子们 已经被他马赛克了 怎么办 给你们 神奇橡皮擦 你们快拿上这个 去擦掉孩子们身上的马赛克吧 呃 我们现在就去 点赞关注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